注意看,外资上周疯狂涌入 北上资金昨天就净流入 105亿净买入 那场外资金大有跑步进场的态势 大盘连续三天成交量又继续破万亿了 连续三天,那大盘现在能不能出现全面上涨呢?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六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股邦 股市早播报 最近全球股市都是一个普涨 A股上证指数上周就涨了1.3% 出现了三周连续上涨 那周线图看,上证指数从去年的10月末 那那个低点2885到中期就12月23号 还有个低点3031来一个连线 那现在我们处在上升趋势啊 这不是上升趋势附近吗? 所以中长线有投资价值,给大家打打气 那热点方面呢,你像昨天中概股大涨 王者归来,数字经济也表现得不俗 七能源还有这些个赛道股啊 也出现了那种超跌的反弹 这都说明资金只要能到位 那市场热点并不缺乏 资金要是来了,猪都能上天 那好,那下周大盘到底怎么走? 我们怎么应对呢? 由于时间关系,我在周日的中午有一个策略会 就讲下周大盘怎么走,我怎么应对 我是古邦,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发视频,你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了 以上是个人的观点,没有知道别人的意思 说说国外的消息方面 首先,欧盟目标到2030年 可再生能源,再能源的使用量达到42.5% 这个数可够大 而且2030年,那就是不远了,七年吗 那再说,欧盟也会称 说讲不再采购咱们的两个大企业 你比方华为啊,中兴啊,那个设备 这是个大问题,看看下周能怎么样的波动吧 那再说,美联储半年度的叫货币政策报告出来了 说将会依次,比方说会议 那做出进一步的加息的决定 是什么东西是最关键呢? 就是它的增长的,比方说CPI 还有物价通胀指数等等这些个东西 那能不能加息?据说下半年可能还至少有一次加息 好,再说隔夜外盘 欧美股市涨跌互线 美股倒指跌了是0.32 瞧瞧,来了一个,冲高回落吗? 是高开低走啊 不单它,你看纳指,也是跌了0.68 这不都是高开低走吗? 一个单子打下来 标普也是高开低走,跌了0.37 我们中概股出现了一个下跌 这不连续上涨吗? 那一天星期三涨了2.2 然后呢,星期二的时候还涨了2.2 包括星期四也涨了2.12 这不都涨了这么多吗? 那昨天中概股普跌 中概股大达克金融指数跌了1.09 那上一周也是涨了不少的 欧洲那边是普涨 涨的虽然不多 但是沿着那边涨了呢 原油72美元 黄金1970 这都是在高位呢 人民币7.1260 大家说这怎么涨的 人民币怎么就不下了呢? 那大盘现在能不能被这种高企的汇率 把咱们这里压下来 这个一点呢,都不用太担心 因为咱们这儿就不已经启动了吗? 并且突破这个缺口了 那么这个位置很有可能就形成一个岛形反转呢 好,说说咱国内消息方面 首先央行昨天开展了420亿的7天7逆回购 重点是利率在1.9 1.9这不都已经破2了吗? 那利率是这么点 那现在呢,昨天又有一个20亿的到期 相当于昨天向市场上净放水 投放了400个亿 北征资金也来了 这不是来了个105亿吗? 你像三一啊,宁王啊,包括五粮啊 每家都获得七八亿的净买入呢 那好,再说国常会 从四个方面入手 要推动经济持续回暖 并且呢,向好的这种一批文件 已经在就是发布了 包括审议通过 叫加大力度支持 科技型的叫 咱这个企业的融资行动方案 科技型 你不能光说 得给政策 什么是最大的政策 就是资金到位 那为这些个科技企业呢 提供这种生命周期的 叫多元化 接力式的金融服务 看到没? 这个表述可头一次听着 那好,再说 私募投资基金 这种监管条例 也已经出来了 不能说再任性了 另外呢 政策会大佬说 为居民的资产配置 创造这个相协调的 这种市场环境和生态 什么意思? 就是喊市场的 这个位置不能太任性 你光这么砸 那老百姓资产配置怎么搞啊 亏钱 股市亏钱 谁还会买了 是不是这个态度? 那好 再说 房地产方面的 就三件嘛 这是第三支件是什么 大家听好 叫招商舍口 购买资产的 并且呢 叫做一个募资的 叫配套的一个资金申请 已经获得了通过 而且这个是 A股的首单 房地产企业用股权融资 正式溜递 什么是第三支件呢? 就叫做股权融资吗? 那边说股权 这是啥意思呢? 现在很多啊 现在比方说贷款啊 包括发放股票啊 包括债券啊 这些东西都是融资方案 那现在股权融资 就拿着自己的股权 可以继续的 怎么怎么样 大家说 这不就是相当于 有更大的一个信用投资吗? 是不是这样? 这个咱们不管 目的就是一个 要盘活资产 这个就是 为什么昨天 还有这两天 这个市场的消息 轰轰的这么重 这不就来了吗? 房地产的消息来了 那好 再说央行等五个部门 鼓励运用信贷 包括债券 还有资产支持证券 再有一些个基金设施 还有一些不动产的 这个信托投资等等啊 用各种方式支持 包括专业化的 规模化的 住房租赁企业发展 看到没? 这都是对房地产的利好 那加大对新市民集群 就是咱们的这个产业 这个群体啊 这种株力性 包括我们住宅的 叫建设融资支持 那位说原来不是说的 给老百姓的 是给这个建筑企业 也就是只要你能搞 住立和住宅的 那都会分得一杯羹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都是房地产的利好 那再说还印发了 叫金融支持全面推进 相对振情 包括加快建设 农业强国的一个指导意见 这又是啥意思呢? 就是资本市场 资本资产 要进入农业农村 这些领域了 那好 再说国务院 大面 现在阿克苏嘛 是这个 它是地区性的 一个高新区 现在升格了 升格成 我们叫国家级的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看到没? 那一面 大西北那边 还是人的资金 进得很多的 扶持的力度也是很大 那好 再说财政部 一到五月份 公共预算收入 将近十万亿 那同比增长了 将近百分之十五 这个数字可够大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收入 公共预算收入吗? 大家懂不懂? 税呀 那好 再说 电视业经面板 价格呢 持续性的恢复 这个呢 叫电视行业迎来 咱们的旺季 那订单旺季 这就能推升什么? 这就能推升 家电企业的业绩 业绩像好了 你看现在市场上 是不是家电企业 现在这些个 上市公司又起来了 对呀 那好 再说国家能源局 组织开展 关键是新型的 储能这个示范 新型储能 试点示范都包括啥呀 实际你就记住一大样 就是新能源和储能 这个是关键词就可以了 那再说 A股这个历史上 第四大IPO来了 IPO的巨无霸 叫仙政达 预计呢 要融资650个亿 这个是农业科技型的企业 看到没? 资金真的要支持 这个农业资金 那么农业科技 只要是能跟这个科技搭边 都没问题吗 所以呢 就是产业资本呢 要往农业农村上去流入 这个是不争了 这都让来IPO这么大家伙 650亿 第四个 那么咱们再看一看 这个农行啊 还有中石油和神华 是之前的三个大的IPO 看看这个上来能咋样 据说呢 他一上来可能会被股市给拉下来 650亿并不多 那农行也好 中石油神华也好 他们那个时候我们资金体量并不大 现在动辄成交量万亿 而且现在5000多家 股票现在都快6000了 所以呢 这不一定咋回事 没准就是一个大的利好 那再说深交署 上周一共对99起异常交易 采取了自律监管措施 告诉大家别任性 好 叔叔咱的策略啊 大盘下着到底怎么走 我怎么应对呢 由于时间关系 我把它放到周日的中午 有一个策略会 喜欢的可以点赞加关注 加了关注 我发视频 你第一时间就能收看到了 好 朋友们 我今天中午 还有板块的小道家餐 我们中午板块小道家餐 见